大家午安 我是學長 學長的粉絲裡面呢 玩手沖咖啡的人非常多 有很多人是因為學習手沖才認識學長的齁 那你學手沖牛排 是不是一定要求你要悶蒸呢 要求你悶蒸多少CC呢 要求你悶蒸幾秒呢 那這些要求是合理的嗎 今天學長呢就跟大家聊聊 悶蒸二三次 第一悶蒸呢不是絕對必要的 很多人覺得手沖就是要先悶蒸嘛 那其實悶蒸呢其實是一種增加萃取力的方式 不是絕對必要的齁 例如說點滴法啊 攪拌法啊 一刀流啊 這些都不需要悶蒸 但仍然可以做出很好的風味齁 那第二點不是每一個濾杯或是手法 都那麼依靠悶蒸 大家比較常接觸的HALO V60濾杯 就是屬於比較注重悶蒸的濾杯 那悶蒸成功與否呢會影響風味很劇烈 所以嚴格來說 V60其實是一個需要技術的濾杯 但有些濾杯對悶蒸的要求呢就很低 例如說T型濾杯 聰明濾杯 不用濾質的濾杯 在手法方面呢 推粉法 浸泡法 也是比較不講究悶蒸的 你悶蒸做得好不好 對整體風味的影響呢就比較小 因此也可以說 這些濾杯和手法呢 對技巧的要求就比較低一點 成功率就會比較高 第三點 悶蒸的水量和時間 大部分悶蒸的水量 介於粉量的一倍到兩倍之間 也就是說 咖啡粉20克的話 水量大約在20到40克之間 都是蠻合理的 那學生品的建議呢 是用兩倍的水量 比較不容易失敗 那至於時間呢 從15秒到60秒 都算是合理的 當然再長也不是說不行啦 只說超過60秒以後呢 後半段給水的難度會增加 因此在60秒內呢 是比較安全的 那悶蒸的秒數長短呢 對於香氣的表現呢 就會有明顯的差異 所以學長鼓勵大家呢 可以多嘗試不同的秒數 讓你精明咖啡的可能性呢 更多更多元 以上呢 希望學長對於悶蒸的 一點小建議 並且在影片後面 附上學長之前錄製的 不失敗三種悶蒸手法 給大家參考 你按照影片中的方式給水 真的很不容易失敗 那就把門禎搞定啦 那大家對於手法呢 要開放式的思考 不要盲目的 只會用一種格式 這樣的手動技術呢 是不會進步的 多多了解原理 多多測試 說不定你也可以研發出 你自己獨特的流派喔 那今天的190秒呢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期見 掰掰